一念关山收关 被封全年最颠 还因人设崩了上了热搜 大结局全员B1也是没谁了 不过其实回头看看 正个2023年古偶中 还真诞生了不少封批男人 他们不是图禁仙门就是巧去豪夺 要么就是装疯卖傻 心狠瘦辣 但用尽手腕 却终将爱而不得 或许这是因为 如今的审美市场要求越来越高 大众不再迷恋绝对的正牌 或纯粹的恶毒反派 而是倾向于异正一些更有层次感的形象 但是风批不好诠释 演技不好人设崩坏不说 演员也会跟注万劫不复 引发网暴 演得太过夸张 优险得有不及 分岁十分难以把握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盘点一下 2023年最强风批男主角 将滑落谁家呢 姚长月静明出谋大人谭台静 好称全员恶人的长月静 罗云熙饰演的男主角谭台静 绝对称得上嘴颠的一位了 从他的原生家庭而言 凯天便带着宿命感 谭台静拭目而生 因为出生间接导致母亲过世 而被父亲厌恶 可恨又可怜 由于出生时没有牙齿 连照顾的嬷嬷都害怕她是怪物 假上她生来就是魔神在人间的载体 没有妻情 因此始终活得格外冷血 长大后更是杀法果断 视人命为草贱 傻人如麻 而且连眼镜都不眨一下 尤其是对于背叛过自己的人 谭台静从不留情 报复手法更是直会人心 对于自己 她也从没有手软过 就算陷入绝境 也会用意想不到的手段重获新生 把毒药种在自己的身体里 颠倒心颤 当心爱的夜夕物死去后 谭台静居然能与之同床共枕 然后想着将自己和对方一起冰封住 像琥珀那样 这还不够 她还想放火烧工 把自己活活烧死 倘若我死了 我的原神也会在这幽民之地 我就可以继续寻找夜夕物了 这句话出来 射人心魄 风批程度TOP1 而在还原谭台静时 罗云欣显然是十分成功的 她的身材本身十分瘦弱 很符合角色的病态美和破碎感 演技方面 她的表现也是过硬的 用细腻的演技 拿捏住了角色的情深不瘦 挥及毕伤 而且层次感很强 从隐刃的质子 到冷酷的魔神 再到风批的爱人 每个阶段都有独到的理解 因此才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吧 二长相思封批帝王西炎枪弦 暑气荡的长相思 使得四位围绕在女主角小瑶身边的男演员 都一招生他 而其中男一号张婉一的热度虽然不高 表现却实在令人惊喜 该剧热播期间 便有人评价 头一次看到演员给角色反向输血的 如果不是张婉一眼 强弦会被吞死吧 是的 西炎枪显兵不是好人设 如果没有父母奶奶姑姑的惨死 她本应是一国之长孙 和表妹幸福长大 少年帝后统领大荒 但没有如果 从开始失去亲人的那一刻起 就意味着她的成长之路不再平顺 和小妖的感情也走向了另一种方向 强弦的怠感 除了疯狂之外 还有反差 从清水镇儒雅示茧的旋 到找到小妖后 肆意疯涨的野心和爱意开始 强弦的发疯文学就挡不住了 为了野心 她可以眼睁睁看住心爱的妹妹和其他男人接触 周旋 但私下里 又变成了满腔极度的腹黑帝王 她阴暗爬行 伤人伤己 出了抑制不住的想要伤害情敌 她对自己也同样残忍 为了夺回属于自己的一切 强弦不惜流连女人相须与威仪 在吞服毒药 趋一封营 只为猛逼敌人 逃光养晦 这场爆发戏 是张婉一的高光时刻 她独隐发作的巅 和面对心爱妹妹的隐忍 形成强烈的反差 也暗示住悲惨的结局 不过 也正是因为将 嫌这个人物身上的不讨喜 矛盾感 以及野心执念等特质 才让她有了更多魅力 有了活生生的人味 而张婉一与强弦之间的 互相成就与互补 才让观众看到了 这一出令人震撼的好戏 《长相思2》 即将于明年与大众见面 到时候的强弦 没有最疯 只有更疯 三宁安如梦 极端帝师谢威 上个月的热剧宁安如梦中 也诞生了冯皮男主角谢威 同样她的疯 也有精力的元素 二十年前的平男王造反一案 阴差阳错下使得谢威 成为牺牲品 被薛太后胁迫 不得不假冒太子 而那之后 她从三百个小孩的尸体爬出来 看到的是炼狱般的场景 因此患病 背负枷锁 同样也因此冷酷无情 杀法果断 她起兵造反 灭足自己父辈的薛家 还逼迫表哥沈郎和薛太后 自相残杀 残忍至极 而谢威和枪贤一样 对自己对爱人也同样封批 尤其是第二事实 她居然让女主角江雪宁用刀 直接捅向自己 表达爱的方式偏执 极端 又狠带感 离魂症发作时 她甚至接连三世 差点杀了江雪宁 简直疯到离谱 而这背后 其实是谢威没办法 正常表达爱意的原因 只能用自己最擅长的封批 来掩藏一切 也忽略了对女主角的爱 另外 谢威最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 明知自己身在深渊 却清醒地认自己下坠 透彻且呆感 不过演技方面 张灵鹤的表现只能说过关 加上长相周正 很有阳刚之气 古装扮相也清冷 端正 值得按赞 尽管不算大报 但她已经将谢威本身的偏执 复杂诠释了出来 完成度是可以的 只是实验男二号张哲的王兴月 表现实在太优越了 因此有被碾压的嫌疑 四韵之宇偏执格控公愿争 同样是张灵鹤主演的云之宇 同样被男二号成雷碾压 确实有点惨 但这一次 剧中的疯狂批人设 是田家瑞饰演的龚远征 她是公门三公子 也是擅长制毒的小毒娃 年纪轻轻就坐上了真功之主 事业有成 但在这背后 龚远征自有孤苦无依 在哥哥公上角的悉心教导 与陪伴下长大 因此对哥哥有助极度的崇拜与依赖 是一个完美的歌控 她不像哥哥公上角那样 一切以公门为重 而是一切以哥哥为重 每一次落泪也都是为了那个人 最初的剧情中 龚远征是甜美小狗形象 最上说的动不动就是我哥 有时令人忍俊不禁 但剧情忽然斗转 她并非没有心机的天真少年 而是疯狂 偏执且形势乖张的小疯狗 从那天起 那直能的脸上 又助令人畏惧的目光 两者间形成鲜明对比 而她的狠却远比你想象中疯狂 对敌人如此 对自己亦是如此 最终 就算被挑断受惊 但她还是拼命杀死对手 并努力爬过去救哥哥 落得了一个为哥哥报仇惨死的结局 也算是另一种圆满了 今年才25岁的田家瑞 首部播出作品云之语 反响就极佳 因为龚远征这个形象本身比较单薄 戏份也不丰富 基本上能看到的成长线就是 听哥哥 守护哥哥 无脑帮哥哥等等 但实际上这个人设是复杂的 一旦处理不好 很容易脸谱化 被塑造出为虎作侥幸的骨腿子形象 田家瑞的表现之所以可以打动观众 除了长相优势外 还有她扎实的表演功底 只是一个笑 她就能做到千姿百态 有急讽的 幸灾乐祸的 张狂的 吃醋的 阴阳怪气的等等 却并不出戏 特别贴合人物性格 因此 使得龚远征这个形象 有内在的逻辑自洽 所以才能让观众入戏共情 久久不能忘怀 五一念观山野心侯夜里同光 一念观山中 笑到最后的李同光 也是帝王使家中诞生的怪胎 她母亲虽然是公主 但父亲却是面首男宠 因此出生就挂上了卑微的色彩 她被人瞧不起 童年活在寄人篱下 渴望着一份安全感 师父任如意的出现 是李同光生命中的一道光 一种救赎 因此也成为日后起天纸 爱意疯涨的载体 尤其任如意遭人陷害 差点葬身火海 李同光便囚禁画师 正日给师父画像 这还不够 她还特别打造了一个暗室 里边处处是师父的模型 每天抱住一个假人 一起吃同睡 令正常的人想一下 都觉得毛骨悚然 后来 任如意以吴国郡主的身份出现 却不愿跟李同光相认 她就想瞧去豪夺 把对方弄到手 无论真假 只想要一个一模一样的替身 这种跨越师徒之情 并还有阴暗的禁忌之恋 无法被正常人理解 但也是因为这种对师父的爱意 改变了李同光人生的整个走向 她因此学会了爱欲心软 所以才没有对囚禁的无敌赶尽杀绝 而是从中斡旋 为了两国和谈 也因此能和男主角宁愿州 在相爱相杀的氛围中一起合作 共同抗敌 也正因此 蔡友王又觉得 李同光的人设 甚至超过了男主角宁愿州 更有看透 她是个成长新人物 女主角教她爱人 男主角教她做人 最后她也如他们所愿 笑到了最后 多得了安国的皇位 但同样的 李同光终是没有得到自己最想要的 一生都要活在追忆师父的痛苦里了 而菲克班演员常华森的表演也是过关的 她最大的优势在于少年感 上一秒是嫌疑怒马少年狼 下一秒则变成了一个步步为营的野心家 尽管才出道四年 但不可笑去 未来可期 以上就是今年爆火古装剧中的几位 逢批男主角 其实他们都很有共同点 那就是不幸福的原生家庭 和对于权利或爱情的疯涨野心 你又会被谁的封批 莫名戳中心疤呢 n样拥脱 不是用脱装的 让你把它找到 然后给大家影片 你永远说 对于权利或亲自然 你应该被误会议 那不是决定 但是 在